马来西亚政府例行行动管制 百姓们的生活几乎停摆 我从18号到现在已经有20多天 没有出门了 因为这个COVID-19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待在家里 我们现在都不能去学校 也不能出门 因为有很多病毒 虽然如此 此季击打安亲班的孩子们 并没有因此空过每一天 我们不能出门 但是可以在家为所有人祈祷 因为我们都想要住属医生 还有护士警察 希望他们不要种那个病毒 然后病人就希望他们早日康复 这个是祈祷的力量有多重呢 我觉得一个人祈祷很好 但是如果有更多人一起的话会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会有更多力量 问人数码的时候我在家有 online上安全班的语言课 有补习 然后也有用电话跟朋友签署 这个人讲他 他讲他可以去学校换数一两分 现在我还不是要跟张老师讲我要改变次数了 阿姨 阿姨 你 你要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吃素吗 可以啊 今天就开始了 等一下我就开始煮 OK OK 感恩 感恩 因为这个病情它是从动物身上来的 然后我们吃了就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没有动物带来给我们的病毒 我成功要约好十个人 在一圈数时候有成功有失败 然后我也会继续努力去要更多更多的人来跟我一起吃素 然后也希望这个疫情快快过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学校上课 除了做好自己的本分事 更努力地广摇众人的力量 期许爱能够消灭灾难 大爱新闻尤金贝马来西亚报导